Hello 大家好 我是Sky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Google的新服務 那這個新服務就是Google travel 就是旅遊行程的部分 就是你可以透過Google來幫你安排行程跟訂機票還有飯店這件事情 非常的簡單啊 那你只要打開Google後面輸入google.com斜線然後travel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時候你看到左邊它有行程探索航班跟飯店的部分 假設我們今天要去東京的話 像它上面有一些熱門的地點我們可以直接選擇 那假設我選擇東京都 它會直接有東京的一些日本首都的簡單的介紹 還有觀光景點還有平分的部分 像東京晴空塔4.3分 潛草石4.4 東京鐵塔明治神宮 這一些浴台場可能都是一些比較熱門的部分 你可以直接點全部可以看更多 或是說你可以往下移動到這邊 建議的日行程規劃 它會告訴你如果你只有一天的時間 東京兩日遊 一日遊 好 那點下去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來我們帶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 如果我剛點的是東京的兩日遊 其中一天它就會告訴你 經國神社路線都幫你描畫好了 然後它會告訴你開車所需要的時間 十分鐘 然後東京都聽色 45分鐘的停留時間 然後這裡還有停留時間 OK 這是日行程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再回來前面來看一下 如果說我點的觀光景點 它會告訴你周邊附近有多少景點 那其實這塊就像是Google本身的Google Map的功能 只是說它要更單純的把景點的部分 統統把它放在一起 江湖城黃區 東京鐵塔 那這邊就是旅遊指南 那這邊就是旅遊指南 就是我們剛一開始看的這個地方 是屬於旅遊指南的部分 好 再往下這邊就是飯店住宿 注意看喔 381 不是381塊台幣 US 是381塊美金 OK 好 那最佳的造訪時機 它下面也有告訴你 5月 降雨機率286月啊 它的一個環境狀況 然後還有旅遊的影片 這邊也幫你整理好了 好 不管你喜歡看文字介紹 還是看影片介紹 這邊都有 甚至下面這邊還有抵達目的地後 可以查看更多的行程跟規劃 我們帶大家前面走一個 有沒有 香根丁 玉電廠市 富士河口湖丁 然後這樣的一個路線規劃 OK 它這邊都可以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這是對於如果你對這些地方沒有什麼概念 又想要 或是想要開始收集這個地方的旅遊資訊的時候 你可以開始 從這邊來做規劃的著手 好 所以我們再回來 觀光景點 剛剛看過了 日行程規劃 如果你只有一天 兩天 遊覽前草 有沒有 其實在這個界面你看 滑鼠過去 它就直接告訴你 你的路線是什麼了 有沒有 可以直接拖曳 你可以去選擇適合你的 然後我覺得最特別是 它下面還有一個叫做 適合孩子的景點 有沒有 第一個地方是 日本科學未來館 身穿江戶資料館 葛西林海水族園 好 這個 應該點進去看一下 詳細的介紹 你可以知道 喔 它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它會說適合小孩子呢 這樣這個距離也沒有太遠 OK 好 那當我結束了日行程規劃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要開始 就是規劃旅遊行程的部分 就是你要從哪邊出發 那當然就是 不用二話不說 就是台北 那這邊就可以開始 你可以選擇從松山機場出發 還是從桃園國際機場出發 那這個時候就有票價 不要開心不是854塊錢 是美金 對好 怎麼調整台幣呢 欸我也還沒找到 但是你們可以自己換算一下 好OK 然後這邊可以直接訂有沒有 像是 桃子樂啊 庫航啊 之類的 這些新日本 好 假設我們決定舉一個 其實我下面是繁體中文 喔唷 這邊找到了 我可以改變我的 價格 台灣在哪裡 台灣 台灣 給我台灣 請裡面談 台灣 找到台灣 在這裡 好我會建議大家直接用台幣比較簡單的 好 五三九九嘛 來回票價喔 喔有便宜喔 這有便宜喔 我們來看一下 好我們直接選最便宜的 最低價 好 喔 請自個別訂票網站確認票價 請分別預訂每段行邦的機票 但訂票間隔 時間不得超過 不得過長 OK 他是分段 去的時候走 逃 逃樂航空 然後回來的時候說是走 五航 喔 樂逃航空 好 好 那這邊 是 總價的話是含稅 及手續費是5400 OK 這個大家自己轉過去訂就可以了 好 30分鐘內訂完 好 這個訂票我們就不特別去說明了 今天還是針對在Google旅遊這件事情上 好 訂完之後呢 機票已經都做完成了 好 所以 如果啊 你在旅遊上 假設你訂完機票我們就可以進到下一個叫飯店 好 這個 188 1421 他一樣有直接給你新等評鑑 所以 各位在看的時候其實速度快上很多 他甚至有時候可能比 我覺得比訂房網站還 的介面還好 第一個我可以稱 右邊看位置 然後左邊看 看價格跟照片 舉例好我們點一個 APA 好我們點最便宜的好了 好 他就直接另外再開一個新的頁面 好 這裡面呢當然就是評價跟照片 然後還有 Truplevisor的一個評價 好上面是他的照片 好 所以 在這個情況下呢 就 會對一個 你要支柱型旅遊的人 非常的方便 好 那他也直接幫你把比價的功能通通做進來 不然是Hotel啊 Agoda啦 Sprice 大啦 然後或是Brooking都搞定了 對 好 那今天就是要介紹這個Google旅遊 給大家參考 好 如果說你有要準備出去玩 沒有什麼想法 沒有什麼概念 這是一個還不錯的方式可以給大家參考 因為 不管 再厲害的 旅遊玩家 或是部落客 他都沒辦法給你到這麼完整的飯店 好 或是景點 因為畢竟有些大家會選擇適合自己的 而不會每個點都跑到 那Google的話他不管 反正就是只要是景點 有人評價他就全部包進來 好 所以 可以給各位一個更全面的一個參考 參考的一個資料 對 那今天就提供這個Google旅遊 行程的規劃給大家參考囉 OK 謝謝大家 如果你喜歡Sky的影片呢 記得訂閱Sky的YouTube IG還有Vlog 謝謝大家 掰掰